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人抛售科技股还有半导体股票 AI股也被抛售 所以纳莎克指数盘中一度跌超过2% 道琼跟标普盘中也跌了在1%左右 而且是连3跌 道琼指数最多的时候曾经跌过500-600点 主要原因是被麦当劳给拖累 因为麦当劳传出来 大肠杆菌中毒的事件 大肠杆菌食物污染的一个问题 股价大跌5% 拖累了道琼盘中最多曾经跌超过600点 所以整体美股在周三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标普中场跌了0.9% 售在5797点 另外道琼指数则跌了409点 跌幅也将近1% 收42,514点 科技股为主的纳扎克指数 大跌了将近300点 跌幅高达1.6% 纳指也很少出现了这么大跌幅 收在18,276点 以及费半指也超过1%的跌幅 美股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前开始转落 这个转落是因为总统大选的原因 还是一连串 财报不理想也好 或者说一些意外利空因素 像麦当劳这些事情影响也好 现在又有IBM的营收不及市场预期 而使得盘前股价一度重挫8% 像我刚刚看一下 IBM跌了4%多 IBM又是道琼里面重要成分股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道琼今天开盘 恐怕也会受到IBM的影响 但还好就是特斯拉财报报喜 这个盘后股价大涨12% 那伊隆马斯克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 他身价2400亿美元 如果他的股票再涨12%的话 那这已经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了 因为第二名的全球富豪 是甲骨文的爱立森 爱立森还差他40亿美元 那这一拉一差就差更多了 这是在美股的部分 另外加拿大央行 突然宣布降息两码 也不是说突然 就是市场原本就预期 加拿大央行会降息 但没有想到会是降息两码 降息的力度很大 那此前三次都是降息一码 今年已经连续降四次了 那么广告来来请教 红绿投信的邓声明副总经理 邓夫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邓夫总这个美股选钱 通常都会出现这样的震荡吗 还是说是受到财报因素的影响 我觉得选钱受到影响很正常 那你说有没有财报影响 我觉得也有 因为现在这个礼拜 大家公布财报大概就100多家 110到114间 刚主持人已经讲到IBM 就代表大的公司 因为标普500公司 每一间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那它影响美国的GIGS分类来讲 十几个产业 其实影响都甚为重要了 那你看前一波的公布银行股 就是相对来讲的话 来看像前一波过去两周 公布银行股稍微超过预期 获利超过预期 然后营收也超过预期 那股价的反应其实还蛮直接了当 所以我觉得财报 以金融股为例 财报对这个股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是直接的 另外一点就是总统大选 对美股的影响 我觉得以周期性来讲 每四年选一次 而且大概看起来两个礼拜左右 就要投票了 我觉得它影响会越来越重要 那盘面会不会进入政治盘 我觉得已经开始进入政治盘 因为如果是按照real politics的赌盘来看 就是川普现在看起来胜选的 等于就是大家赌川普赢 不是胜选的几率 就是说我钱真的放进去赌 我认为你会赢 谁我把钱放进去 他的赌盘的获胜的上升率 都一直往上冲 好像已经到60几%了 对很高很高 60几% 但你看他相关的族群 像比如说共和党如果上去的话 为什么会涨金融股 除了财报好以外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会不会金融规管松绑 你记得之前来讲的话 那你回去翻看2016年那个时候 涨的那个类股的出圈是哪些类 通常选后的一个月 去银行嘛 去银行涨最多 金融股就是动 对对对对 涨非常非常多 那但是时间如果拉长到6 6个月以上 还是科技 就是科技可能也因为那个时候 科技也开始 开始反映这个周期性 那开始有一些反应 有时候我们很难区分 就是说只能按照结果去看断 很难说一定是因为什么总统大选 那6个月9个月拉长时间来讲 可能跟总统大选 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可能是跟他产业本身的一个 联动的一个因素 贺锦丽太弱了 尽管他获得了非常多 美国的大佬支持 最新不是说 那个比尔格斯也是私底下 捐非常多钱给他嘛 然后另外就是 最新的小摩的戴萌也 戴萌也表态嘛 也是支持贺锦丽嘛 所以不管是 华尔街的巨子也好 或者说科技业的大头啊 这个大多数是支持贺锦丽的 那当然川普也是有人拥护啦 就像伊隆马斯克是特别鲜明嘛 对但是感觉起来有点上 上独角戏的味道 那贺锦丽就是募款能力很强 然后呢一缸子的人支持他 但是呢因为他的表现实在太糟糕了 你看川普每一场演讲 那个魅力 川普的那个讲话 那真的是非常有power 如果各位去看川普演讲的 那个影片的话 这非常有power 而且煽动力那种热情感 那种对选民的那种 直接的投诉跟诉求 哇我真的是觉得 他真的是超级的 一个演说家 他如果不当总统 他去当那个演说家 也是世界一流的 可是你看贺锦丽 一个提词机坏了 他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32 days 搞了半天 所以这怎么比嘛 对啦就是以那个反应机制来讲 川普毕竟之前也上过媒体 媒体经验丰富了 那还有就是说 当然就是口才 口才非常非常的流利 另外一点就是说 现在市场去赌 等于就相对来讲的话 等于就是你看上次 上次第一次的选举之后 那整个来讲 市场的民调 或者说赌盘 或者说获胜几率 感觉上风向球 特别你看 现在已经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或者不足两周 其实现在你说要再翻盘 其实有很多 负数的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比如说战争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 其实不见得那个风向的转换是完全有利于执政党 应该这么讲 可能风向来讲的话 反而更加的往风向 有点天平 有点往川普的共和党阵营往前走过去 我觉得也有一些市场的一些因素 或者说国际政治的一些原因 推演过去了 不然怎么样 你看那个类股的一个反应 那如果说金融股已经 已经开始反映这个因素 那还有什么东西观察 我们通常我们去看过去历史 2016年上一次 从Donald Trump上去的时候 之后之前之后的一个反应 但就是看一看说 上一次发生的情况怎么样 会不会历史重演 有些政策它是会 也不是说不至于复制贴上 但是它会习惯上来讲 有一些传统政党 它有些坚持一些 发展的脉络 或者说本人的政见上 有一些retary 它有一个政见要去实现 或者说它的一些promise 或者它的一些政见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点关联性 美银有一个报告 它说2016年美国大选后 因为2016年那次大选 川普胜选 同时共和党赢得了国会两院 等于说是很少 很少美国政坛 那一次大选之后 美元指数 是急剧的 是立刻走强 大选之后 美元指数立刻走强 但是2017年就开始急剧的走弱 随后在2018年跟2019年 再次走强 这是因为美元受到 多重因素的影响 但是可能也跟川普的政策有关 那这一次还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吗 就是美元指数 您怎么看呢 美元指数其实已经涨了 那背后一个因素 也是跟那个十年在一起 利率往上市场利率 你看从916那个时候最低 才3.62 现在都已经4.2起了 4.22 所以上涨了60个基本点都不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直接的原因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经济因素 经济感觉没有像他想象这么弱 而且联准会也降息之后 后来联准会又再包尔又出来讲 他有点说法比较偏银派 所以这个东西交易了大家对下一次FOMC大幅降息 降两码 这是两码以上的预期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照着十年再一起上去的一个因素 那美元的部分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美元未来能不能持续走强 因为美国毕竟要开启降息周期 而且川普其实是 他是支持降息的 其实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你说他 你要走是不是走大美元 我觉得不见得因为如果说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你看市场反应 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政策会造成 结构性可能通膨 可能过了半年或是9个月之后 通膨再起的话 那利率很难 中性利率很难大幅下滑 因为有那个通膨预期 如果是因为这个因素 那就不敢说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降息周期顺利推展开来的话 我觉得美元不太可能一直维持太强势 相对来讲一个平均过去 这个829次的降息周期循环来讲的话 第二次降息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关键 看能不能引导目前10年再起往下走 其实趋势上来讲的话 10年再起理论上要跟着短端 要开始要开始联动才对 那美国的10年债 在周三再继续上升 已经到4.26了 这一波美债的抛售 堪称1995年来最大 股债双杀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面对 等一下下一阶段来谈这个话题 加拿大央行降息两码是因为感觉要衰退了吗 我觉得一定是一方面通膨压力没那么大 那还有就是数字比较不好看 等于就是这个部分 预防性预防性的降了比较多 那我这样看起来啊 我其实我看这个数字 和平输了一个状况就看 其实我觉得总会 启动降息周期这个无庸置疑 还是要启动 只是说现在股市一直撞高 它现在降太大很奇怪 就有点奇怪了 但那个东西是一个 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降啊 所以这个看起来方向上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一直往上冲 我觉得还是有个极限 个人的看法 那为什么有投行看到说会到5%呢 我是觉得4.5以上其实压力蛮大的 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区啊 你要有多大的力量去扭转 让它甚至过4.5甚至更高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看到 那么那么大的一个扭转的一个力道 那通常第一次降息到第二次降息中间 常常有时候市场利率 有时候是会有点 有点有点有点就是它会有点 dlation啦 但相对来讲它还是会慢慢长端 还是会跟随短端 还是会反应的 还是他们故意讲反的 然后让你去卖债 然后呢他们管要吸纳 其实我个人觉得 接近4.5我会我会保养低盘 酒吧新闻台FM 酒吧点一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一波债市 美国的债券ETF 包括台股的一些美债ETF 20年的这种都跌掉10% 这是很可怕的下跌 10%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天啊那一年的利息 也不过就是4%5% 已经跌掉两年的利息了 两年你说我买个债嘛 就是为了拿点利息 这个固定收益嘛 一年可以锁个4%5%利息 结果呢资本利 资本利损 已经两年的利息没了 你心里会不会有点那个 点点点 应该多少了 除非你说你今天完全不去看价格表现的人 你说啊我根本就是买了 就在那边我根本不看的了 我觉得每天过快乐日子去游山玩水的呢 那当然你可能也没听我们广播 你不知道说跌了10%了 所以也无所谓 你活在云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活在世上的人 你每天会一直接触财经新闻 关心一下自己的资产价格的变动等等 那你可能心里会点点点 那这样子的点点点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平复一下 或者说你有债人要去平复一下自己的心境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那最新我看到那个美国那个先前卖错 回答说自己很后悔 还在疗伤那个Dunker Miller 他又出来讲说呢 你看到我虽然卖错回答了 但是呢 我放空 我放空债券我放对了 我在债券上大烙鱼 他说呢还会再继续跌 而且那是1995年来最大抛售 你们不要 你们投资人不要以为说他不会再跌哦 那我他他出来 现在出来接受接受反问讲这个话 是不是他要逢高获利了结了呢 因为他放空嘛 在债券铁烂串了 满盆满波 他是要逢高获利了结 我常常觉得这些人鬼的狠 你不要直接看他们在讲什么 事实上你要看他们做什么 但他们做什么你又看不到 所以我赶快请教 红利投进投资策略部的邓副总 我真的觉得华尔街这些鬼 比是比鬼还可怕的鬼精 他们这些人讲话呢就听听 那您觉得呢 这个债但两个月跌掉10% 确实也跌很多 对啊 你看0.5 0.6 你乘以20年plus嘛 刚好就是10% 那但是我觉得3.5到4.5 这个讲起来轻松了 其实中间是血洗 这样讲 那但是我是觉得 除非有很大的一个扭力 刚才跟这个主持人报告 就是说很大的扭力 这个扭力可能来自于经济的扭力 或者政策扭力 我觉得政策不会 那经济 其实经济 其实是有一点 整体总经的状况是 有一点小放缓的哦 因为才没多久之前 原总还在担心 就位市场的问题 他就位市场 他容忍度 他看的比较长 不会只看一起而已 所以我认为值得关注了 那我觉得我刚刚讲 就是说接近4.5这个点 我认为是一个 就是以国库券来讲 其实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满性点 因为毕竟那个地方抵抗力 我觉得会蛮强 债券它的情况走势是这样 它利率开始移动的时候 会移动一阵子 当它开始跌的时候 它会一直跌 它的反应会 会一直呈现 以一定的速度 持续不断推演 所以它的状况跟股市 又有一点对对不太一样 另外一点我关注到就是 股市的一个联动性 未来在未来的几周内 可能会再继续上升 因为现在快要选举了 那就是它因为之前 其实它的一个 股债的相关性太低了 就是有一点背道而驰 但是我觉得 随着10年再期一直往上冲 我觉得股市还是会 还是多多少少 会感受到一些压力 但是现在股市除了 那个10年再期 也都重要 但另外一个东西 基本面也很重要 现在公布财报 那厉害的是这些话 都把这一季财报的股仁低 所以就是说 我这个lower bar 我就是我很容易跨过去 我看未来三季 看得非常好 都是负数两位数增长 但我这一季 我偏不把压力低 那我就是在这季 我很容易跨过去 这个是厉害 等于就是说 我只要超过市场 Consensure的预期 我就打标 现在股价的反应就是这样子 可IBM还是没办法打标 对IBM 星巴克甚至延后发布猜测 股价还是大 这个股价 股价我就还是会受影响 因为这个IBM 它这个虚拟分析师的预估 这个数字不理想 亏损 那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一个整体的反应 还是会受到基本面的财报 甚至它的一个财务预估素质 还是会影响 我觉得类股还是会一步一步看 得意也不好 得意公布也不好 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亮眼 就只有银行股 像科技股 对银行股是真的蛮好 但是问题是它股价反应不是最好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它可能比市场有一个投行 莫根斯丹利大谋 他自己做的统计 就是说比如说 它到目前为止 中位数EPS surprise 就是说比Consensure一股好7.3% 然后营收好过1.3% 这个是平均表现 美国十大类股 十一大类股已经是最好的 但它股价顶多 就多反应一个不到2% 你看科技股 我才3%的surprise 股价就可以弹8% 你看是它的反应的三倍 所以我觉得CP值蛮低的 但问题是这个投行 当然大摩是有它的看法 它是说我看对 我两周前告诉你这样 我看对 而且我觉得会持续 那相对来讲 它觉得说这个 要去留意这件事情 而且它也看好 另外一个是 比较算是 Cyclical 等于就是循环性的这个类股 循环性类股 其实之前一直都是 跟市场的Consensure 有点作对 它是走反方向 但它觉得那一类 那一类的一个资产会动 可能背后引败的 也是川普会胜选 这个我觉得这个败 其实也是有 那我觉得 那一类的一个资产 可能大家除了在 平常在看科技股以外 其实也可以留意 那种循环性 周期性的这种消费股 德宜 发布财报前 股价下压 发布财报之后 股价继续下压 不过 美股周三 股价大涨4% 股价来到了 接近五日来的高点 收在21.74美元 涨了7.77美元 在美股走落的周三 德宜股价算表现非常亮眼 因为它在 发布财报的同时 也表示像什么汽车 公用 它认为都有开始在 景气复苏的迹象 所以展望未来 其实不见得差 只是说 略微没达到 这个市场预估有一些部分 没有达到市场预估 股价就比较疲弱一点 那另外就是在 这个 美股最新的一个表现上面 就是麦当劳的 这个中毒事件 这个大肠赶军的事件 也使得麦当劳股价 大跌5% 那您觉得这个事情 会让麦当劳股价 持续下挫吗 我觉得当然要看麦当劳 他当局 他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 那相对来讲的话 那我看 好像整个 要看麦当劳以及麦当劳以外 这个等于相对来讲 这种消费类股 能不能持续走出来 消费类股 其实好像川普上次 有机会 这个胜选之后 或是说 之前 好像表现并不特别亮眼 我看那个 food and beverage那一块 consumer staple 好像表现普普了 相对来讲反而是 反而是刚刚前面讲 那个银行股 金融股 金融服务类股 好像 好像 亿保也不错 对 亿保也还可以 对 另外一个就是汽车 汽车等于是六个月之后 好像汽车类股挺 挺行的 相对来讲 那不然就拉长来讲的话 半导体 上一次2016年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也跟产业周期 那个时候是在走内国 已经开始出事提升 不然怎么样 感觉上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 因为他如果说是利率 如果是有点走下滑的话 房地产也可能会 他就搞房地产的 房地产后来涨好多 他就搞房地产的 川普大楼 不是帮大家普务 就是说这个东西等于就是 我也想 带着看看是不是 你这个相关政策会不会带动 那既然这样就去压特斯拉 特斯拉今年还跌十几% 今年以来还跌十几% 而且他自川普是在他那个时候 起有点低迷的时候 他也是不弃不弃 马斯克 他绝对掌握了一手的AI大数据 他多少挥达晶片在那边 让那个数据库 他光是那个全美特斯拉车主 车往哪里开 他当然因为分析出来 他们到底是要投川普 还是投贺锦丽的 我觉得 所以他不会压错人的 你相信马斯克就对了 他能干到全球首富 他绝对不是一个肯定 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 他会去支持 眼光不简单 眼光真的不简单 对不简单 你说那比尔盖茲支持贺锦丽 比尔盖茲现在的财富 还在黄仁勋下面 黄仁勋是第11名 比尔盖茲是第12名 那你说谁厉害 当然是马斯克厉害 所以我肯定相信马斯克的 他们都很厉害 可是我们是干脆去压特斯拉就算了 是不是 要投机 就投机一点 给他投机到顶 对不对 没有让特斯拉各股的意思 对了 没有了 我们只是闲聊 开玩笑 就是说 讲一讲好玩的给听众朋友 我们没有在建议跟推荐大家 去投什么股票 你如果要去买特斯拉一定到一代期 跟我没关系 跟我跟邓副总都没有关系 不过我个人会去买特斯拉 肯定了 我本来就有特斯拉了 我还在去加码 我会 别人我不管 好了 这个就是 开杠开杠 好 那今天就先访问邓副总到这边 非常谢谢邓副总 我们去休息一下 うん 好 好 好 مسag est 没关系 感谢观看